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 深言之下,语言文字总是令人着迷,不能自拔 其中明金俗语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中的一枝独秀 比如,黎爸不当墙,沈子大妈不当娘 意思是说,黎爸不能当作真正的墙来使用 沈子大妈再轻也不能担当亲妈的角色 那么这句俗语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这种关系又应该怎样相处呢? 黎爸不当墙,黎爸这样的东西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在古代的农村生活中比较常见 由于时代背景不同,黎爸不当墙这句俗语 理解也不同 在古代由于生活水平有限 所以古人利用天然的材料制作出一处简易的防护怨墙 忠于防护陌生人或者野兽入侵 而就当代社会而言,黎爸确实不能当作怨墙 来防止陌生人或者小偷的入侵 所以在当黎爸所造的墙壁根本不能称之为墙 也起不到该有的作用 《沈子大妈不当娘》 这句话说的是外嫁之女 意思是对外嫁之女来说 与男方沈子和大妈的关系不可能上升当母女的关系 对于已嫁于他人的人妇 以前的脾气更应该收敛 毕竟话说起来 婆婆、婶婶、大妈可不会忍让你这种行为的 很多人认为自己嫁作他人妇 和自己的老公拥有同一个父母 自己的某些行为也会得到公婆的谅解 其实则不然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血缘关系没有一点的关联 有些时候不得不顺从于公婆 而与公婆、婶子、大妈之间早已隔了大大的一堵墙了 表面关系和睦 其实情感早已变得疏远 所以有些时候 离爸不可当墙 婶子、大妈、婆婆不可当娘 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当今社会而言 很多女人与自家婆婆相处的十分融洽 情同母子 而这些婆媳关系的相处之道 就是能够互相尊重 作为儿媳 知道何时解决婆婆的忧愁 而作为婆婆 知道何时用智慧解决儿子与儿媳的矛盾 这样才能使这段婆媳关系更加的融洽和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 我是张霄 我们下期再见